在基隆市長謝國良 社會處長楊玉昕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 宜花 金馬分署副分署長李燕玲 以及基隆市勞資和諧促進會理事長李學倫等人 親自參與下 基隆市第一座專位55歲以上 每和中高齡以上銀法族找工作的銀法人才服務 據點正式接牌運作 還輔導協助社會各個行業來有人力資源的加入 因為事實上現在好多行業都找不到適合的服務人才 所以我們非常開心能夠跟我們的中央來合作 打造好的服務人才的一個據點 然後就我們的媒合還有訓練等等能夠一起努力 那我希望現在大家都越來越健康 越來越健康就可以繼續把自己的一份力量貢獻給這個社會 開發銀法的勞動力來補足產業的一個人力的缺口 那也可以促進就是中高齡的勞產力 那除了法治面之外我們更進一步跟市政府來合作 我們希望在每一個鄉鎮據點都有一個銀法據點的成立 那成立了之後我們希望可以引發者可以帶給引發者一個一站式的服務 就像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一站式的服務 我們今年到今天為止在全國總共成立了第15個了 也就是未來我們希望每一個鄉鎮都有 而且不止一個 那我們當然也期許金融市政府未來不是只有一個 可以滿地開花 如果我們這個企業的雇主他顧聘了這個符合我們規定的這個中高齡的大哥大姐們 直接的補助他的薪水每個月一萬五千元這是for全職的 如果您是part time做兼職的話一個小時的時薪補助雇主80元喔 不得了喔這是不得了而且為期一年 首座銀法人才服務據點位在愛三路九號四樓之四 市政府社會處長楊玉欣 歡迎銀法族朋友來這裡找工作或是諮詢相關工作媒合事項 投入適合銀法族工作的勞動就業市場 有就業獎助及輔助資源 我們這裡銀法人才的據點最重要要提供55歲以上的朋友呢 如果你想要找工作你有任何法律的問題 有任何想要諮詢的地方 甚至你想要去參觀各種的職場 你都可以在這邊登記 會有人來專業的服務你 那同時呢也服務我們的僱主們 如果你有禁用了55歲以上的銀法人才的話 那麼我們中央政府會補助我們每一個企業主 一個同仁一個月一萬五千元的補助金 那這歡迎所有的僱主能夠勇於來聘雇我們的銀法人才 市政府衡量交通便利選擇鄰近廟口以及仁愛市場 成立銀法人才服務據點 採議案到底就業服務 輔助銀法族朋友在職場上穩定就業 和青年人一起努力 讓社會更好更進步也促進輕盈共融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